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31日 不多不少都做過展望明年 這是回顧去年2020年不用回顧了 因為往者已矣 但求來者可追 在2021年的時期之中 我基本上認為有四點是需要留意的 一是回顧 美匯基本會趨遠 我很早之前已經說 美匯應該會跌穿到90那裏 最終的話是可以落到78 當然這不是一年之內做到的事 這將會可能是去到2025年等等的事 這個我是一兩年前都是這樣說的 人仔方面 我自己一直都在說 它先會落跡去到7.2至7.4 然後回復回來 應該是可以去到5.8至5.4的 當時很多人都在說我是瘋的 到村到7之後 很多人真的會過了 到現在很多人都在看 是去到6.4至6.5 我就覺得不是 如果我會看 美匯是會去到78的話 那人仔如何是因為落甚至5%. 當然這又不是 這是一兩年的事 就是要到2025年左右 也許起碼要到2022年之後 你才有機會 independent 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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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起美國投資或者借日本錢去美國投資的人 你不能不去熟身來給日本人 當然我又是這樣說 不是起一、兩年才能見到的事 也是要起2025年或之後可以見到的事 2025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本來在這一年中 這方面應該是中國會超越美國的GDP 疫情這一棍 人人都現在看了 中國的GDP可能會快速地 不需要那麼長地就應該超越美國 於是就形成了匯價的差異 利息我個人看是會升的 不是一定會升很多 很多人還說不是,銀行會放水 放水就放水就放水了 你細心看看 銀行蓋起第四季度的貨幣政策會議 以及美儲局蓋起2020年最後那次的會議 他們其實都是暗藏復筆 是要準備升的 美儲局說,如果我會升的話 我會給市場足夠時間去準備 以前誰有說過這個話?沒有 但是人行方面怎樣呢?很奇怪 人行方面就會說利息會下跌 明年我這個有趨向看到 就是人行需要把利息要求銀行去減息 比企業有更好的日子 第三,債 無論在美國的,中國的,香港的 很多企業都是不特別的 它都會爆煲 好,個人破產亦會增加 美國的情況不用多說了 香港,很多不是上市公司的破產 你不覺得而已 很多人現在已經是床頭金盡 在美國的已經很多人說 很多人很多人 是說連一張400元美金的帳戶都開不了 因為它的戶口沒有那麼多錢 那這一點怎麼搞呢? 因為這些疫情搞到很多人 都是會有這樣的 沒有收入 長期沒有收入 你怎麼能夠熬到 去到成年 或者是一年多 未來的幾個月 還要加上生活支出呢? 很多人都是要靠政府的津貼寶座 來過活 一旦沒了之後就收工了 中國方面將會怎樣呢? 個人債的危機比較少 因為中國方面封城了幾個月 接著還封武漢 接著很多地方都開了 大家又賺錢了 接著還要旅遊都要興盛了 即是企業就不行了 企業為何不行呢? 因為第一件事有人穿櫃桶底 第二件事有些是經營不善 第三件事真的沒有市場 那就可以掛掉 所以看到很多企業的違債事件 越來越多 阿爺就說自己死 以前是夠的 現在就不夠 所以你看華臣 你自己收拾好 為甚麼呢? 其他投資者 如果你是勇猛地 不理你 以為一定有爺爺保你的話 那就追求高利息 賺了 你又不分給爺爺嗎? 虧了 你又要爺爺賠嗎? 爺爺現在理你都傻了嗎? 現在 第四 這一點 是我和很多人的看法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疫苗 很多人有樂觀 會轉為悲觀 很多人有一個想法 認為我打了疫苗之後 我就可以不用病了 新冠病毒距離我遠了 對不起 不是呀 世衛的是醫生專家 在這個星期一告訴大家 你打了疫苗之後 你還是會有帶菌的 亦不會人傳人 只不過是說 你如果染病的話 你不會發展到重症 不會影響到你的心肝脾肺腎 你沒有那麼容易死 不過不代表你不病 你只有有輕病 真的輕到病 將會怎樣? 將會潛伏起你的體內 有一天 你的疫苗效益失了 對不起 它就會回來 所以 今次這個新冠病毒 是很激烈烈的 它真正好像是你吸毒 一旦上癮 你一把持不住 即使你的免疫 你一低了一點 你就死了 那你要問 我繼續進行 是不是每天又打一次呢? 暫時似乎看是這樣的 除非你是真正在社會上沒有這個病毒 可以嗎?我估計不可以 英國的新病毒變種那種 它出來的可報之處就是 它不是馬上死你有重症 不過是你病 不過傳播能力強制有七成 即是說Everybody都會中招 唯一一件事可以這樣說 2021年全年我都會忠告大家 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 不要抹臉不要出眼 回家換鞋換衣 第三,這是很必然要的事情 若然不是的話 你就會找到有個問題 剛剛有個個案 有位人兄打了疫苗 一個星期之後 他繼續被證實中招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疫苗只可以讓你 不會發展成重症 不過你都會有病 若然是這樣的話 你會看到一件事 真的出現這件事 我已經打了 為甚麼我要中招 當越來越多的東西出現了的話 這些人的情緒就會由樂觀轉為悲觀 那你要問 那怎樣影響經濟呢 影響經濟就是 我有能力的 我就不出來和你們玩 社會 我沒有能力的 就唯有出來 繼續要去社會裡滾 將會找得到貧富的差距 特別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會很不同 夫人的 會住在一個地方很空曠 小屋子的地方 窮佬的 將會很對不起 住在高層大廈裡面 等著市渠爆 等著污渠 等著那些抽氣線 將病毒從這間屋抽到那間屋 因此 大家如果在2021年 個人方面來說 更加要嚴守 這是防疫的守則 因為大家以為 打了疫苗就可以周到走 可以無事 我告訴你 不是 怎樣解決 怎樣做這個問題 靠中藥 會建造經濟通上面的健康快車 還有一些經濟通有的 我有一欄 今期會專門說這件事 大家可以去看看 美國 這個是特朗普留下給拜登的 就叫做一頭煙 拜登有沒有能力去執政他 我不知道 因為第一 美國的失業率將會很厲害 這個是特朗普 否決了給二千元 每一個人 只是給六百元 是不夠的 於是你就會有很多內亂 為何這個共和黨又不能給那麼多呢 因為你國庫空虛 你以為現在沒有國際上限 就可以立亂去做的嗎 始終還有一件事 你一路還要印的 還要印的話 即是派錢的話 大家要做乞衣的 等救濟的 那就沒有生產力了 你沒有生產力的 那你要怎樣做 你入口要很多東西 入口多了東西之中 所以為何你這個今季度的貿易測 又再拉撥 疫情為何仍然是嚴峻呢 你這班人 個個都要抱頭抱頸 還說這個是不自由無靈病 那你就病吧 沒問題的 自由主義嘛 就病吧 沒有人不讓你病的 病都是你的選擇自由 你可以選擇這樣去慢症自殺去做 不過你千萬不要過來香港 所以以後見到美國人 麻煩你問清楚他 你不要說他打了疫苗 就要抱頭抱頸 剛才我剛才這樣說的話 不行的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問題 好了 對中國的政策 拜登是一路執政 即是做了政客這麼久 他長時期主政外交 因此他對這方面的事情 是十分之勞煉的 他會縮骨 但也不會打壓中國 因為美國已經在政界方面 共和民主兩黨 達成了一件事 打壓中國是一致的 不過這次他會做得沒有特朗普 那麼明刀明槍 而且會陰拾 那麼中國怎麼處置呢 等一下我再說 中國 中國 四個字 穩 穩 推 出擊 第一 一定要穩疫情 如果你看到最近有片段 就是 有人 一個人 在經過路線 一尺尺尺尺到他 發燒 溫度高 立刻就拉到醫院 那個人否決 不肯去 想開車衝出去 這樣 立刻就怎樣呢 嘩 有特警的車出來 攔住他 然後下面拉到鐵鏈 那些急爆車胎 那些鐵鏈在地下 他不能走 然後用特警 拿著盾牌 走過去 拉他出來 叫他拉開車門 他一出來之後 人家好像當他瘋狗那樣 沒有跟你 短距離接觸 好像瘋狗那樣 就找一個承托 找一支棍的承托 托著 然後就鎖著 托了去醫院 全車跟著 立刻就去到 噴消毒藥劑 和他最近接觸的特警 立刻 盾牌有噴藥液 然後全身都噴藥液 當然之前他是穿著洗澎湖裝備 中國是這樣來控疫情 出現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記不記得 在年初的時期 中國有些鄉村寫字 若然還鄉是不孝子孫 在那邊 這個村口閘著你 不准還鄉 你不要回來說 這個就是這個 是 省了 不行 因為你帶來病毒 會淚泉 所以在這一點裏 中國是很大陣仗地 是當這個恐怖分子來處理 香港怎樣 香港就死了 很簡單 不是你做不到 而是你怎樣做 你以為 去給人民有自由選擇 就叫做是體恤民情 你知不知道 有幾多人現在是沒得路 他不是病死是會餓死 所以在這一點裏 我再次希望圍觀 麻煩你 硬一點 硬一點 所謂築高灣那些 快點起 還有築高灣一定不夠的 麻煩你走去喜寧州 用貨櫃 就是砌屋出來 如果砌不到的話 你很簡單 你交個地盤給我做 好嗎 是這麼簡單 只要你肯做 怎會沒有資源去做 是這麼簡單 只要你無心無意無力 你做的解決不了 為何喜寧州好 你走出來 你探親 你可以游泳過去 游 沒有法子 中國有一樣要做 找復甦 這是第四季 在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報告裡面 寫得很清楚 找貨幣供應 和可能需要降息 這個都寫得很清楚 很多人只看著 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議息會議 就不肯去看 人民銀行 那個是貨幣政策的報告 因此我今日的篇文 就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報告 希望大家詳細看看 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 今天 聽到明年後年的時候 中國是第一大經濟體 那麼它的貨幣政策 為何不影響全世界 為何不影響香港 所以以後 是應該要將 你說得到 這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政策的話 其他所有的分析員 都要說到 人行的貨幣政策報告 因為大家都是用貨幣 來刺激或者控制經濟 好了 中國現在一定要怎樣 是未與籌謀 一定要控消費 不希望人民立暖消費 包括不希望你的餐桌上的浪費 因此會通過所有浪費食物的法案 另外一件事也要說的是 不讓你去消費 不要鼓勵你亂消費 因為你亂消費的話 只是給了有些人 一隻蟻、一隻盒 賺了你的錢 這個是不好的 因為他們賺了你的錢 不是拿來起實體的投資 一定要控亂斷 也控到大到不能夠 最近這些 我以前一直都說過 阿爺在看這件事 為甚麼在看這件事 其實這個是BIS 國際貨幣結算銀行 是在說要做的事 這個我也有篇文章說過 國際貨幣結算銀行 這個是結算銀行 BIS 總共有19個人去董事局會議 這10個人 其中有一個是中國人 他們決策了全球的貨幣政策 全球的央行 有理沒理 都很奇怪地 是完全跟BIS的決策去做事 所以你看到BIS 那件事 你就會知道了 整體全球的央行 大致用貨幣政策的報告 因為大家要合作 我第一次留意BIS 這件事 就是在長期貨幣結算 它倒閉了那時候 原來之前 BIS有一件事 是說Risk Management 是說銀行 不可以這樣斜貸 不過美國人死不肯聽 為什麼 因為如果控制這樣 我就借不到錢 華爾街 就賺不到這麼多錢 但是 在這裏已經在說Risk Factor 美國一直不肯走BIS 如果它能夠及時走BIS 根本就不會再雷曼 這個是爆煲危機 這個大家可以再看看 再跟著 我們找得到一件事 中國一定會做的 那些人不去消費 將它怎樣 推人去投資 你將錢投入實體經濟 它引出外資來話 所以將很多門檻放進去 再跟著 它會推民生衣補 所以要將藥單 全部要改 由幾萬元的 心臟架橋拱 這些東西 改到現在國內 是幾百元 它什麼叫出擊呢 出擊歐洲 這個叫做貿易 出擊東盟 做貿易 出擊兩億 是一個拿石油資源 和做中東的貿易 保障一帶一路 而說出擊美國 反擊美國 它就看得很清楚 拜登很陰濕 那你陰濕怎樣 沒有的 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很陰濕 我知道你很想做 所以我就告訴你 我會怎樣做 現在你看到 在外交部會議的通報上 所有人不會再對美國客氣 嘲笑你 說你 再用漫畫彈你 讓大家看得到 我 是不會再逆來信守 不再是1900年的中國 所以這個出擊 是會有用的 有用到怎樣 我之前一直都說 中美之間定有一戰 很多人認為 神經病 不會 不是不會的 只是看得到怎樣打 到了最近 亦都有澳洲 所謂的官員 他們說 三至五年之內 中美之間定有一戰 為何會這樣說呢 他是有意地說出來 還是真正無心地洩漏這個消息呢 我不知道 不過大家炒股不能夠不考慮這件事 股市板塊方面 阿爺一定為了經濟發展 而去推動經濟 金融股 大家認為他會是要讓利 慢慢 他穩定局勢之後 他不需要讓銀行養這麼多利 因為銀行已經透過派息 把利潤給普通的股民 不是為何 建行、工行是否派六里幾息 透過這樣 普通的股民 是可以得到銀行的利潤 保險股 你要看到 最近阿爺推了很多醫保的東西 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智能家電 不用說了 智能家電這裡 我日前也有一篇文 是說這個是可以自家的 大家可以再看看 怎樣叫智能家電 芯片 說得難 5G 說得難 都是會繼續發展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是證券 因為當他鼓勵人民去投資的話 證券業必然會有好生意 關鬼佬多些來華投資的話 證券業必然會有生意 簡股有三件事要留意 第一 上面所有的板塊 你有沒有錢買光 沒有 沒有的時候 你就找龍頭股 龍頭股 你也不要說每行業找一隻龍頭 你要找大腦、二腦、三腦 這樣就差不多齊了 所以如果你要買三手 A股 例如建行的話 會建議一手建行 一手工行 一手就代替其他什麼行 來這樣拆散它 這個好處就是 反正整個板塊都會升 拆散它不變得好些 第二 你一定要看管理層 有沒有誠信 誠信很重要 在中國 近日也有兩宗消息 竟然有些上市公司 是被人用誘假的東西 騙了幾千萬合同去的 究竟是它真正被人騙 還是合作地被騙呢 我不知道 總之誠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看發展的能力 另外一件事 要看看這幾年裏面的 是資本回報率 不要看一年的 當然 如果是翻新的令計 如果不是的話 看兩年至三年的 資本回報率 偶爾是Return on equity 以及現金流 因為怕公司會破產 所以不要借這麼多債 在這點裏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哪些公司借的債多 地產股 所以在這個板牌裏面 我並沒有列出地產股 希望大家有所留意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 3000 20 Hut 2 2 3 2 3 感谢观看